扎要,刚刚,人民币爆6.964哟,离破期,一步之咬,央行寄出大招手助期。 刚刚,人民币爆6.964哟,破期蓄势呆发,央行寄出大招中击空投。 自30日,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下10年来新低后。 31日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爆6.964哟,离破期,一步之咬,眼看着市场看空情绪加剧。 央行在31日早上寄出了大招,由央行直接调解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。 这招无疑中击了空投,央行宣布,下周将在香港发行三个月,一年期离岸央票各100亿元,共计200亿元。 有望稳定离岸人民币市场。 所谓央票,其实是央行调节市场上货币流动性的工具。 发行央票,也就是手紧流动性,强控离岸人民币汇率。 这样一来,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和风险都提高了。 早前,央行富豪早曾好化过空投,几年之前我们都交过手。 彼此也非常熟悉,可以想见,央行对空投早已有备而来,首期是在必得。 发行离岸央票就是其中一招,这回空投恐怕没那么容易得逞。 此外,央行副行长还曾表示,近期的人民币贬值,主要受外部因素影响。 人民币依然是稳定的货币,央行的话不无道理。 自10月中旬以来,美元指数在美联储加息的助攻下一路高涨。 但是到本月底,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最多也才贬值了0.7%, 反观其他主要货币,欧元对美元贬值了2.7%, 应把和瑞兰分别跌了2.3%和3.1%,表现远不如人民币。 可见,做空势力趁机谋利的行为,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。 从整体来看,在稳健经济支撑下的人民币确实稳如泰山, 再加上有强大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撑, 空投的打击力量,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恐怕是已暖击时。 关注金石数据,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外财经大事件, 掌握最流行的赚钱秘籍, 研证,本文,美金石数据独家编撰, 如需,请注明出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